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那二位的能力也不足以给杨津水造成什么困扰 他俩被抓也意味着制造局跟严党做好了切割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如果后来没有海瑞 他还真就成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完成家境案里布置下来的任务 保证沈老板的财产不充功的同时 把脏水泼给胡宗倩 为日后的导研工作做好准备 因此这跪一地的灰伤就算把脑浆磕出来 杨津水也不可能帮他们摆脱困境 最后杨津水说了一段极具艺术性的话之后 起身离开 是 好了 卷进这趟浑水里来是你们自己倒霉 现在还要把胡不堂也牵扯进来 要想帮你们说话 我还得跟那个新来的赵的人商量 这样吧 走呢 你们是都走不了了 就都先在我这住下吧 看着胡不堂的面上 我尽量去坐 谢谢杨洪公公 咱们来评评他最后这段话有多花头啊 最开始的这三句话 先为灰伤被套牢的这件事做了定义 你们自己贪所以要自认倒霉 第四句话把胡宗宪拉了进来 我数了一下 他在跟灰伤的整段交流中 一共扯上胡宗宪三次 最后这次算是给灰伤和胡宗宪做了彻底的捆绑 第五第六句扯出了赵真吉 暗示这件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剩下的话就是给自己立了人设 看老胡的面子我尽量帮你们平事 能不能平还得看赵真吉的 把锅给甩了出去 我为什么要单把这段话拿出来做解读呢 别着急 一会他跟赵真吉私下里谈事的时候 咱们再说 这边忽悠完了灰伤 杨金水赶回了衙门 参加对海尔兄弟的第一次审问工作 说是审问 其实更像一次对海尔兄弟的试探 测试一下他们被抓之后的态度和应对的套路 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浙江这档子事靠一次审讯肯定审不出来什么 所以赵真吉没准备玩什么花样 也没给海尔兄弟上刑具 常规操作先走了一波 围绕着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问的问题都很基础 从郑毕昌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应对思路 不招供 不乱摇 在他心里 账策已经被自己销毁了 赵真吉能查到的数字肯定不会太多 在这个结构上 但凡自己多说或者说错一句话 都会万劫不复 那么索性就不说 你们自己查呗 查多少我认多少 整集了还能往制造局扯一扯 所以他说完之后看了眼杨金水 只可惜杨公公这时候稳的一批 他的技能这时候已经无效了 这第一套办法没起什么作用 赵真吉换了第二套 连忽悠在下 先用老子的名言 天网恢恢 书而不失忽悠忽悠 毕竟郑大人也读过书 万一听完这话 郑大人良心发现了呢 那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吗 不好使呢 那就等海瑞来了再审你吧 他什么段位 你们之前对过线 应该很清楚 那时候谁难受谁知道 说完命人把他压了下去 临出门之前 郑皮昌还不忘恶心扬你水一嘴 郑皮昌这不嫌不淡的一句话 意思其实不难理解 就是在告诉赵真吉和锦衣卫 我身上的事跟制造局有关系 在座的也都听明白了 但是这话有没有用呢 一点有没有 因为宫中的风向变了 从这次审讯工作的人员安排上 就能看出家境想要干什么 而且杨金水也及时的把制造局与严党 在浙江的分公司做了切割 靠他俩这量级想往宫里扯 那纯属做梦想没事 虽然没用 但是这种往人心里买种子的行为 是真激怒了杨金水 杨公公咬着后槽牙说了句 郑碧昌在被压下去的路上 刚好碰上了正在被压上来的何茂财 四目相对 默默无语 郑大人的眼神中充满了恨铁不成钢 给了何大人一个傲娇的小表情之后 缓步离开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何胖胖 此刻何胖胖终于发现老郑不爱自己了 与沈郑碧昌不同 赵真吉上来就跟何茂财玩了个审讯时官用的小套路 唐医裹毒药 郑大人该说的都说了 何大人 他当不正使的时候 你只是暗查使 他当巡抚的时候 你才兼任不正使 你是从犯 应该知道怎样向朝廷交代 冤枉 闭嘴 闭嘴 再敢咆哮公堂 这里可有的事情去 你 赵忠诚 我虽是阁员 却尚未审去定案 请依大明律法代我 我自然可以以大明律法代你 可几位宫里的钦差 他们怎样代你 我就无权过问了 那好 该用什么行就用什么行吧 打死了我 朝野自有议论 这你就错了 比你大几级的官 我们都打死过 连蚊子都没有哼一声 何况你这么个小小的赃官 还有 你的家人 现在还在西院里观察 对比老郑 何茂才的应对思路可谓简单粗暴 一靠吼 二靠大明律法 三靠舆论攻击 怎么说呢 过分的话我就不说了 他现在也怪可怜的 咱们姑且把何胖胖的应对思路 称之为智商稳定的不在线吧 首先从他第一声吼叫开始 就注定了他的审问一定会比老郑的待遇差 这时候的大嗓门不光达不到深渊的目的 还很遭而各样 随后 表示要让赵真吉以大明律法带自己 不知道说完这话之后 何茂才的心里是否有过一丝波澜 我想这话他再认识应该听过无数遍 他当时听别人有这个需求时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说天道有轮回 我估计他都没想到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需要大明律法来保护自己 最后居然跟简一卫玩舆论攻心计 来了句朝堂自有公论 这种临不清的行为 我已经无力吐槽他了 简一卫倒也直接回答的很明白 少来这套 你这个头还不够看 再逼别没用的就弄家人 第一轮对话结束 算是把锦一卫给得罪了 我是拿过沈一时的钱 拿多少我认 能退多少我退 可尚语说 郑比昌和我贪莫有几百万之举 失处冤枉 哪冤枉了 我来浙江也就三年 沈一时的家产 供着好几任官府的开支 怎么能把所有的账 全都送到我们头上 这是一条冤枉 还有 朝廷给我们的俸禄 也就那么一点 府衙里的开支又那么大 哪个衙门 能够靠利盐对付公司 赵大人 你也是封江大吏 你在南支里当军府 仅靠利盈 高压门的开支嘛 这段话何茉财说的有没有毛病呢 一点毛病没有 说的都在里 问题也出在了太江里 这账确实不应该都记在他头上 但是这么一说就意味着 他把自己的前任官 以及上级无形中都给卖了 别管这件事到最后 上面的人 也就是小哥佬 到底能不能把自己捞出来 此话一出 就是能捞也不会捞了 不光不会捞 还会落井下石 所以朱七给了他一个眼神 意思就像告诉他 好样的 你继续往外扯 随后 但凡懂点事的人 就应该打住了 看看自己的话 说完了是不是有效的 咱何大人没有 他选择往主审官身上抹大鼻梯 问赵真吉贪不贪 我估计这一刻的赵真吉内心 已经被何茂财气笑了 那你这么问我 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 这明显就是在给我表现高峰亮节的机会啊 那不能辜负了你这一番美意啊 主板一敲来词了 好 既然你问了我 我可以告诉你 我赵真吉在哪里为官 也从来不贪 你贪莫巨款面对圣域 尚如此猖狂 可见你平日何恶不作 要定你的罪 我们有的是罪证 你就是不招 我们照例可以中办你 赵大人 同在大明为官 相见何吉 至此第二段对话结束 何茂财把赵真吉也得罪辞世了 后面审讯的内容围绕着何茂财摊的具体数字进行 赵真吉和锦衣卫给出的数字到底准不准确 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目的只有一个 在家境没有确切表态要连根拔除延党之前 浙江所有的脏水都需要正和二人挑 进行到最后 何茂财还要扯一下杨金水 杨金水也懒得理他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找赵真吉商量 给了赵真吉眼神暗示 草草的把何茂财压了下去 审讯结束 赵真吉跟杨金水回了制造局 杨金水拿出了徽商们的预付款十万两银子给赵真吉 一看银票 赵真吉明知顾问的来了一句 杨公公 这银子是哪里来的 这一刻开始 两个老狐狸就要开始标演技了 有了前一天胡宗献给他上的课 同时也许诺给胡宗献要帮忙 所以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把徽商解脱出来 不过大家要看好 我说的是在他自己能力的范围内 他不会像海瑞和胡宗献一样 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因为他不会拿自己的仕途去赌 现在他要做的所有事情的基础条件 就是要有公里的文件 没有白纸黑字的东西 一切都甭谈 所以他管杨金水要送纸 而杨金水也很久花 他计划了三步 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制造局给赵真吉施压 用今年已经定好了的计划 跟赵真吉说事 好使的话万事大吉 赵真吉如果不买账的话 就走第二步 拿出吕方的信给他看 一般情况下 吕方的话基本就代表了嘉靖的意思 特别是浙江的事情 除了名义上处理贪官下的旨意外 嘉靖是不可能在其他事情上表态的 这些不能明说的命令 自然需要吕方代劳 不过 这里杨金水在跟赵真吉玩的个心理博弈 因为之前我说了 这种旨意嘉靖不可能明说 赵真吉要是铁了心要皇上的旨意 那杨金水还真挺麻烦 不过老赵还是老赵 他不是老海 如果铁了心要嘉靖的旨意 就意味着他不买旅方的账 杨金水会麻烦 他老赵日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所以赵真吉不会这么愣 在自己没弄清楚嘉靖真正的意思之前 这封信他不敢不认 认归认 但是昨天答应老胡了三件事 尚书这事呢 赵真吉肯定不会干 阻止转卖神医师家产 又被吕方按了下来 那这第三件事把灰伤摘出来 怎么也得做一做了 不然没法跟老胡交代啊 前方看过的大 你走出了自己计划的第三步 明明白白的把事情给你解释清楚 怎么办 你自己掂量 为什么沈一时的家产 一定要卖给胡宗仙的亲戚 咱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 嘉靖这首一箭三雕 玩的确实漂亮 赵真吉听到这里也明白了 结合之前杨金水对灰伤最后说的话 各位看客知道杨金水要多狡猾了吧 卖给灰伤脏产这件事的基调就不可能变 因为这是嘉靖的意思 那么当时杨金水跟灰伤说的话 除了应付 另一层含义就是把责任推给了赵真吉 假设灰伤最后去找胡宗仙帮忙 当着胡宗仙的面也会说杨金水答应帮忙协调了 那这事谁没帮忙就显而易见了 所以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就会是赵真吉里外不是人 胡宗仙倒了还好 如果没倒这朋友肯定没法继续了 甚至可能会成为敌人 而杨金水这么做一点损失都没有 胡宗仙如果倒了那是完成了嘉靖的任务 如果没倒火力也不在自己身上 只能说杨公公牛 不过他算丢了两件事 最致命的两件事 赵真吉的态度和海瑞的不怕死 可以说杨金水后来装疯卖傻的起因就在这里开始了 赵真吉听完杨金水的话陷入了沉思 他撕的我想有一部分 是因为没有完成朋友对自己的嘱托而产生的内疚 另一部分就是如何应对了 表面来看 导言导胡是嘉靖的意思 但是嘉靖并没有明确表态 赵真吉这种人 他自己给自己的评价特别准确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没看到嘉靖署名的文件之前 他怎么可能推进导言这么大的事情呢 认了吕方的信是一回事 按不按照上面说的做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维持现有工作进诊的同时 把嘉靖真实的意图炸出来 怎么炸呢 别忘了屠龙宝刀海瑞正在赶来的路上 用这把刀炸领导的态度 那再合适不过了 而这把刀就成为了杨金水封掉的导火索 另一边海瑞已经到了杭州驿站 进了门就喊着找自己的好机友王用吉 王大人急忙拱手相迎 距离上一次二人合体双排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配合这么默契的搭档见了面也是非常的happy 不过呢 happy的时间随着海瑞进了客房而戛然而止 海老爷先洗把脸 待会让他们伺候您老沐浴 看还缺什么我再派人给您送来 点这么多灯干什么呀 还有这些花瓶之类 我们是来办公的 桌上留一盏灯就行了 其他东西都拿走 海老爷 您老和王老爷虽还在支线刃上 可这回是奉旨办差 我们是按规制接待 什么规制 大明官制有这种规制吗 这种事吧 跟海瑞谈到奉旨其实就可以了 没准海大人咬咬牙也就接受了 不过要是谈到规制了 那你跟海大人的故事就开始了 好在有王永吉打云场 嘱咐书办按照海瑞的意思去做 随后海瑞跟着王永吉来到另一个房间 看着琳琅满目的装饰 海瑞是气不打一出来 甚至跟王永吉也堵起了气 王大人无奈地回了一句 对于海瑞的这种态度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我第三十期的节目中也做过简单的解析 需要补充的只有两点 第一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做起来最难 一个是让人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 另一个是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别人 相比之下 我觉得后者要比前者招而烦的多 生活中很多事情的对与不对都是相对而言的 你认为对的东西放在别人那未必是对的 毕竟每个人生活的圈子条件面对的事物是不同的 即便是同一件事 在你的圈子里按照你的方法行的通 放在别人的圈子里就可能行不通了 那你还能说你自己是对的吗 所以我觉得非逼着别人跟自己的想法一样的人很蠢 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度这个字 遇到这种人怎么办呢 那就要谈到第二点了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一个咒语 无论遇到什么僵持不下的难事 只要念起了这个咒语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咒语只有三个字 谁掏钱 讲道理吗 道理就是谁掏钱谁说了算 不讲道理也行 按你说的做 错了你出钱 你看他还根本跟你讲道理了 所以这是处理疑难事件时化繁为简且很有效的办法之一 当然我这套流氓理论在海大人面前肯定是不好使的 所以做事选择方法时还要因人而异 扯远了 咱们回来看剧情 海瑞这套做法并没有得到王极的认可 同时王极也把话给挑明了 他俩享受的规格其实是赵振极和制造局特意安排的 说完看向海瑞 暗示他不要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 后面要做的事才是大事 不要让他们起疑心 海瑞听到这算是压下了火 开始跟王极谈起了正事 这么大的案子被审的人睡不着 审案的人当然也睡不着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为什么这个案子的主审官是赵忠诚 两个陪审官是你和我 赵忠诚是徐格老的学生 你和我又是高大人和张大人推举的人 愣要说派系 我们三个全是豫王爷身边的人 这么大的案子 皇上为什么同意全用豫王爷的人来查 其用意只有一个 不认为他 讨厌 刚五兄 这样的事交到浙江交给我们 你我肩上担的 是天大的干系 脚下榻的却是薄冰啊 那这副担子 你准备怎么担 一句话 小事不糊涂 大事要糊涂 对话到这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王永吉在审案这件事上 要比海瑞考虑的全面的多 都知道沈浙江的案子难 难在哪呢 海瑞考虑的难点是怎么让郑毕昌和茂财 往外吐泡泡 哪些泡有用哪些没用 能吐多少有用的东西 而王永吉考虑的是大局 嘉靖安排的一位主沈 两位排沈 都是欲望的人 明显就是想导延 但是呢偏偏没下照明说 那这事怎么往下办呢 这就回到了我说的做事情的肚上了 王死了沈呢 嘉靖爸爸哪天心情好了 导延这一夜接过去 那么上到徐街 下到自己肯定都没好果子吃 沈的力度不够呢 海尔兄弟土的东西肯定不足以定延党的罪 更糟心的是延党这些年 跟嘉靖在钱的问题上扯的不清不楚 审起来海尔兄弟不用问 也得往制造局上扯 扯上制造局就等于扯上了嘉靖 那还怎么往下审呢 明显王永吉考虑的问题 要比海瑞考虑的难得多 也是问题的关键 听了王永吉的想法之后 海大人明显是生气了 什么叫小事不糊涂 大事要糊涂 他们那些人这二十年干的事 有多少牵涉到宫里 牵涉到皇上 朝廷那么多大员都知道 可何曾有人说过一句话 更何况 还有许多只有天知道的事情 从浙江入手 就是为了投鼠而不记气 牵涉到鼠我们可以言查 牵涉到气 我们便一个字也不能问 更不能查 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 我们不这样想 郑碧昌和茂财 就会想得比我们更明白 为了避罪 他们会把什么事情 都往宫里扯 往皇上身上扯 这一扯 案子便一个字也审不下去 你和我还有赵大人 这一关就比郑碧昌和茂 还要难过呀 赵忠诚是不是也这么想 赵忠诚倒没这么说 但可以料定他也是这么想的 你怎么就能料定 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规格了 你和我 也不过是欺贫的职位 制造局为什么亲自给我们安排 这么高的规格 制造局也插手这个案子了 甚至叫我们抄莫沈英时的家产 充归国库 可制造局已经将沈英时的家产 转卖给别的商人了 他们敢 先别动气 听到这儿 海瑞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在那儿 高规格的招待是制造局的安排 赵忠诚点头的 说明上面的人已经把这场游戏的规则定好了 那就是沈海尔兄弟的同时 不要扯上制造局 只要不扯上公里 怎么玩都行 同时海瑞也想起了高汉文之前报给他的账 这一笔笔的账在告诉海瑞 原来大明朝的病出在了家国不分上 这一刻海大人逐渐退去了自己单纯物理输出的外衣 换上了屠龙刀的身份 而王永吉刚才的话相当于磨刀石 把这柄刀给磨锋利了 于是海大人做了个决定 要查 而且要查明白喽 怎么查呢 趁热夜深海尔兄弟 这决定给王永吉是吓了够呛 胡闹吗这不是 上面定下来的做事基调 你一拍脑门就给破烂 这不是做死吗 不过海大人的脾气他也知道 自己肯定拦不住 那怎么办呢 找个能拦的吧 镜头的另一边 杨俊水正在享受着人工风扇 从表情来看 那是说不出来的烦躁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都说女人的地流感很准 看来杨公公也不太差 他一会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烦躁了 海瑞去提审郑碧昌的同时 王永吉来找赵真吉 希望赵真吉能拦住海瑞 他担心的不光是事情过了海瑞的手之后 会发展到不可控 更怕海瑞因此丢了性命 赵真吉倒表现得很淡定 王永吉一听有点懵 赵真吉的这个态度有点不对啊 这种玩不好容易帮自己一身血的事情 赵真吉听完了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于是进一步的解释了一下 忠诚大人 这是朝廷的秦案 似乎还是应该由忠诚定了 我们陪审 否则被这担心打乱了您的部署 海之县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哪 啊 圣旨你们都看了 那就是不说 只要按圣旨办事 就没有什么责任 王永吉一听 你这不放屁吗 圣旨只让你查抄沈一时的家产 又没让你转卖 你不也卖了吗 那这事怎么说呢 是你故意扛雷还是变着发巴挖坑呢 所以把自己要问的问题更细化了 忠诚 执意叫我们超莫沈一时的财产冲归国库 可现在已经卖给别的商人了 忠诚叫我们怎么按执一审 切实到制造局又该怎么办 听到这儿 赵真吉倒是挺意外的 看出来王永吉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们之前聊过 赵真吉现在急于摸清家境的真实意图 旨意让他去查沈一时的家产 制造局回头就把家产给卖了 杨金水暗示他家境要抖延 而前方胡宗宪还在跟日本鬼子玩命 这两件出尔反尔的事情 让赵真吉的心里摸不准节奏 所以他现在需要一个赶死队队员 去帮他把面前的雷都给排出来 而且这个去排雷的人 还不是自己让他去的 此等美事怎可辜负呢 海瑞审出了东西送到京里 家境如果要导言 他就顺势而为继续审案 枉死了审 功劳肯定少不了自己的 如果会错了意 把责任都扣在海瑞头上 自己最多挨得骂 有个失察之责 无伤大雅 两全其美 于是给了王永吉答案 你还是个老成办事的人 你说的都没有错 可海之县去提审犯人也没有错 这样吧 你要是担心牵涉到制造局 就去告诉杨公公一声 他可以去旁听吗 赵真吉也耍了个滑头 让王永吉去找杨金水 一方面他是在生杨金水的气 白天阴阳乖气的给自己一段暗示 到最后也没说明白事情应该怎么办 除了旅方的一封信之外 没有任何凭证 但凡事情的风向有点问题 自己肯定要遭殃 而你杨金水倒是把责任推了个干净 现在我的赶死队队员到了 你看着办吧 另一方面 杨金水确实不好对付 借着海瑞和王永吉 去试探一下制造局的态度 也未尝不可 自己稳住别浪 就肯定汉老保数 王永吉听到这儿 也有点生气了 谁也不是250 你拿谁不识数呢 小怼了一句 忠诚如果认为应该这样 那也应该由忠诚派人去通告杨公公 这里我的理解是王永吉除了有些生气 更多的是心急了 这话跟谁说都不应该跟自己的上级说 虽然赵人吉的话不能送锅 却也是个十足的包袱 其实跟甩锅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东西不能往上甩 往回推的 赵真吉听到这儿 两子撂下了 下了诸客令 我派人去通告杨公公也行 还有别的事吗 王永吉明白了 再怎么说 赵真吉也不会管海瑞神案了 多说无意 起身离开 另一边 杨公公被人工风扇吹的那叫一个烦躁 现在他的名字 应该叫怎么躺都不舒服司机了 叫来之前吃银片的小胖 让他摸自己的额头热不热 这小胖子估计心里都快哭了 这问题就好比问你为什么戴帽子 戴不戴都容易挨揍 所以他给了杨金水一个非常搞笑的答案 到底烫不烫 回看你的话 好像有些烫 又好像不烫 好在大师兄来了 救了小胖子的同时 带来了赵真吉给他的消息 海瑞去审案了 开始杨金水并没在意 但是听到只有海瑞一个人去审的时候 他感觉到不对了 因为之前他用旅方的信搞定了赵真吉 所以他知道赵真吉如果审案 就不会牵扯制造局 但是海瑞审案 赵真吉没去 只来一个送信的 那这事就有点意思了 而且海瑞的行事作风他听说过 单独让他去审 很容易审出事来 所以马上做了安排 赶往衙门 此时海瑞换上了公安符 已经开始提审郑碧昌了 从他的安排上可以看出 海瑞对审讯的工作 还是颇有心得的 也懂得看人下菜碟 知道郑碧昌吃稳不吃硬 给他扳了把椅子 叫记录的人从案房里出来 明审明录 不玩偷偷摸摸那套 审讯前还语重心长的 跟郑碧昌客套了几句 不过开始问问题的时候 海大人还是海大人 一点不客气 圣旨下来之前 沈一时的家产是你们抄的 他的家产有多少 沈一时的家是高汉文抄的 我不清楚 记录在案 高汉文是奉谁的命令 去抄沈一时的家 当然是巡抚衙门 和岸查史衙门的命令 记录 高汉文抄了家 没有向巡抚衙门 和岸查史衙门 禀报结果吗 回话 禀报了 是口头禀报 还是书文禀报 是口头禀报 是向巡抚和岸查史禀报的吗 是 大声点 是 记录在案 高汉文抄没了沈一时的家产 既向你和岸查史禀报 你刚才为什么说不清楚 因是口头禀报 他说的本就不清楚 你们凭什么抄没沈一时的家产 圣旨 奉旨抄家 难道你们不向朝廷回话吗 难道皇上问你抄家的结果 你们也说不清楚吗 将我的问话记录在案 杨金水 杨金水为什么突然紧张了呢 我们知道 海瑞最开始问的问题都集中在衙门的层面 也就是严党办事不力的问题上 这些事杨金水根本不关心 但是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有点那味儿了 郑毕昌那一句奉旨 除了漏洞 海瑞准确的抓住了这个漏洞 步步紧逼 杨金水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而紧张 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之后的问题才紧张 照着海瑞这个思路问 再来两步就扯上制造局了 可怕的是海瑞每个问题得到答案之后 都会来一句记录在案 这句话的意思 就相当于把杨金水最害怕的事情往秤上放 严党的事情你称也称了 臭鱼烂虾的也无所谓 怎么放着放着放的东西就有幸夹的了呢 郑毕昌听到这也有点懵了 虽然自己的套路是什么事都想往公里扯 但是那也得是暗扯呀 明着往公里扯啊 那都不用等圣旨自己就得死啊 于是开始耍无赖 别问 问就是时间长了 我记不清了 海瑞心里清楚问题集中在抄家上也没什么稿头 那就给问题升个急吧 随后问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你和何茂财超莫沈一时家产卖给了徽商 当时沈一时的家产是多少 你们是如何做家卖给徽商的 记录在案 海大人 圣旨上应该没有问这件事吧 你的意思是皇上让你将沈一时的家产卖给徽商的 此问题一出 不光被审的徽商 暗示里的杨金水我估计也是菊花一锦 这问题根本没法回答 因为把沈一时家产卖给徽商的事情 是制造局和海尔兄弟合起伙来做的 海尔兄弟这么做是为了保命 因为能牵扯上制造局 制造局默许是因为家境不想把自己的小金库充工 那这问题就别说徽商了 杨金水都不敢回答呀 谁说谁死 徽商也怕了 回了句 我没有这么说 那圣旨上怎么能有问这件事的旨意 皇上叫你超莫沈一时的家产重归国库 你却把它卖给别人 皇上事先怎么知道你们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皇上自然不知道这件事 可我们也没有把卖沈一时家产的钱 拿到自己家里去 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已是隔远 海大人是否应该去问接任的寻服 郑比昌估计反应过来了 海瑞来审自己估计赵真吉是不知道的 因为赵真吉不可能让审讯的人这么不要命的问问题 所以想把球踢给赵真吉 让海瑞去问上套领导 但是海瑞不可能吃他这套 来审他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 随后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圣旨现在叫我问你 沈一时的家产一分一厘都要冲归国库 你们却把它卖了交不上来 我现在就可以上书朝廷 着地方官抄你的老家 你的家有那么大的宅院那么多的田地 都要抵磨沈一时的家产冲归国库 卖沈一时家产的钱我没有拿一分一厘 朝廷自有明断 那好 我现在就上书朝廷 同时新闻督察院大理寺和户部 让朝廷的有私衙们都给我一个明断 沈一时的家产到底该不该追缴回来冲归国库 此招一出不光干蒙了被审的郑闭昌 还干晕了偷听的杨金水 这里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海瑞与其他人在办案上的区别 其他人办案上到阎松徐街 下到赵真集王用集 做事的基础都是靠猜 猜家境的意思 这也正是海尔兄弟能利用的点 都往宫里扯 下面审案的人就会投鼠忌器 不敢深究 不敢深究的事情越多 他们就会越安全 而海瑞偏偏是个特例 不怕死 巴不得你们往宫里扯 往家境审上扯 扯的越多越兴奋 都给你寄下来 把不能见光的东西都放在明面上 然后往上报 郑闭昌最后的话 也彻底把罪给坐实了 承认了卖沈一时的家产并没有奉旨 单凭这一条 要是报上去 杨金水就好不了 本来自己就是家境防火墙的身份 如果报上去 就意味着这墙漏风了 那自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此时的郑闭昌 已经被海瑞的一顿屠龙刀法给砍傻了 还想解释点什么 但是海瑞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让他画押 郑闭昌看着笔鲁一阵发呆 他知道 这些东西自己要是摁上了手印 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海瑞一看他犹豫又补了一刀 大明律法第五款第二条 罪犯不再口供画鸭 立账四十 郑闭昌一听再一琢磨 自己这小身板也扛不住这四十下停账啊 能多活两天是两天吧 一咬牙一跺脚摁了手印 这老郑审完了 该收拾收拾老河了 要说故事 海瑞和何茂财的肯定比和郑闭昌的多 毕竟海瑞曾经差点死在何茂财手里 所以相比之下 海大人对何胖胖的印象 那就不用多说了 何茂财一上来 凳子就被撤了 刚才郑闭昌也有错 同样的案子 你为什么让我站着受审呢 凭你作恶多端 恶贯满盈 可以说海瑞给的答案也很直接 海瑞沈他用的方法也跟沈郑闭昌的不同 沈老郑的时候 在开始还客套了几句 沈老何上来就对杆 问的问题也并不是在抄家 而是在之前的毁地烟田上 可以说海瑞在翻旧账 因为这件事是导致他来出安的原因 他一定要查清楚 不光为了百姓 也为了自己 在这之前 整个大地上都是你 涅斯衙门派的兵 你怎么解释 记录在案 上面让我派兵 我当然派兵 河冒昌的套路比郑闭昌的简单的多 就一个字 一推六二五 啥也不知道 他这个态度呢 海瑞还是蛮熟的 城里打了招呼 叫我们只管处决人犯 并没有说还要审案 海大人 我们可是涅斯衙门派来的 只管杀人 不问其他 顶得好 杀错了人 是你抵罪 还是涅斯衙门抵罪 省里定的 当然是何大人正大人担担的 要顶罪也轮不上我 都在提上面的人 那好啊 这事省起来反倒简单了 打破砂锅 问到底 问到你说说具体的人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个上面是谁 回话 河道衙门归谁管 这个上面就是谁 河道衙门的监管是宫里派来的李玄 李玄暂归江南制造局管 你说的这个上面 难道是江南制造局 估计此刻杨金水的内心 已经开始挖何茂财家的祖坟了 一句话就把制造局给卖了 相比郑鼻昌的捆绑制造局 何茂财的卖制造局 是更让杨金水绝望的 神医师家闪的事情 刚给自己迎头一棒 现在又在毁滴烟田的事情上 被何茂财给卖了 杨公公此时已经快崩溃了 想要出面阻止 却被朱七拦了下来 说海瑞有圣旨 何茂财心里估计打着算盘 想着我把制造局抬出来 你海瑞就不敢查了吧 哼哼哼 他还是小瞧了海瑞这不怕死的劲 据查 远杭州之府马宁远 远淳安之县常伯熙 剑德之县张之良 早在敦武训前 就带着你聂司衙门的官兵 守在九县每个闸口 五月初三 训朝上涨 九个闸口同时决堤 你的官兵一夜之间全部撤回 湖布堂和汽济光的官兵 这时才赶到大堤上 在淳安县和剑德县分红 一夜之间 整个淳安县半个剑德县 全在洪水之中 三千多人死于洪水 无家可归者达三十余万 你的罪孽 你背后那些人的罪孽 如洪水滔天 我不审你 朝廷不审你 上天也要收你 讲道理 海瑞现在有点以权谋斯的意思 但是这个以权谋斯 是绝对正向的 出到浙江时 海瑞就有心查这件事 可惜当时人为言轻 没有人支持和协助 借着这次的旨意 正好把事情给捋清楚了 听到这儿 何茂才也傻了 无论是因为事情进展的地步 还是因为海瑞的这一声吼 他是肯定少了 杨金水这一刻绝对是最煎熬的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控了 又不能出去阻止 只能在这干听着 海瑞现在的每一句话 都犹如一把锋利的壁手 一下一下戳着杨金水的心脏 随后海瑞言归正传 继续问何茂才 你们这样做 是不是为了让百姓把土地 建卖给沈一时 沈一时是给制造局当差的 多半是你们制造局 记录在案 嗯 这里不想说何茂才有多蠢了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 他的这句话一说 就等于默认了毁地烟田的事情 是制造局指使的 为的就是低价买地 这就意味着 当初胡宗献没敢给嘉靖扣的屎盘子 这一刻又让海瑞给填满了 随着海瑞的一生记录在案 锦铭卫这一刻也坐不住了 再让海瑞这么问下去 那问题肯定一个比一个犀利和爆炸 抓海尔兄弟无所谓 甚至抓杨金水也无所谓 但是问题如果要扯上嘉靖的话 锦铭卫是一定会出手阻止的 因为维护黄卷是他们的使命 于是朱鸡出面了 和赵中城海之县王之县 会同办案 那好 请坐 我们一同审案 今晚不审了 主审官赵中城有部署 明天上午 我们一同审讯侵犯 回去吧 慢着 画鸭 站住 我是奉旨审案 画鸭 朱七爷傻了 正常人听到北镇斧司的名字 不尿裤子那是上厕所上的干净啊 哪见过海瑞这号敢跟自己瞪眼竹子的人呢 从后面的剧情来看 何茂才是画了压的 朱七在海瑞这吃憋了 估计这种经历 朱七这辈子都屈指可数的吧 好了 随着杨金水被架去找赵真吉摊牌的无声剧情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写这期节目的文案 我其实纠结了很长时间 一个是因为剧情过于精彩 另一个是不知道把节目卡在哪里做下一期合适 我最开始的设想是想把这期节目做到杨金水封掉 公里的故事线开始之前 后来看了一下文案 时间有点长 视频剪起来我容易半身不随 所以就先剪到这里吧 下一期再讲杨金水装疯的剧情 我是哥哥尹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